我现在是在腾州的府前路 在以往这里可以算是腾州比较热闹的一条街了 特别是在往上上下班 还有节日的时候这里的车 很多时候都是堵车的状态 而在今天这条路显得特别特别的宽阔 这两边的店铺基本都是官媒的状态 现在我们走路的是腾州的步行街 这种现象我是第一次见到 所有的媒电都在关着门 在以前的步行街这里是非常热闹的 每年过年这里都有很多的摆胎的 今年特别冷清 我第一次感觉步行街的这个阶段是那么的快 只有几个人在这里路过 步行街一直都是腾州最繁华的一条街 更何况这几天是过年 每年的过年这里都有很多的 就是摆胎的像庙会一样 人非常非常多 这是不分接北面的一面 也是很多商铺在关门的状态 有一段时间没有出来了 带上土招去超市准备点吃的 人并不多 整个超市感觉也是空荡荡的 就连这里的工作人员呢也变得特别的少 买了点吃的回家继续闷着 希望这个疫情早点过去 希望这个疫情早点过去